對啦 帶他就是要用他嘛 當然就是希望說明天他可以 就是專注的去投球 然後不用想說他要怎麼樣 就是希望他可以去把整個狀況 可以穩定下來這樣子 馬上就喊暫停 而且林律師有腳程喔 他點得漂亮的話 或許也是照鏈別人也是觀念自己 嗯 好 那就看 那這樣鋼龍那個變化球還會再用嗎 我覺得還是會喔 還是會 因為他避免靜蕾的一個角度是平高的 擠到外的機會 所以外角的卡特球 是還是會再來的 喔 就推到了反方向 厲害 吳內瑞穿打 那裡歐上兩面打轉回來了陳君秀 長達出現逆轉了 哇 君秀這個漂亮的揮擊太棒了 好漂亮喔 真的是 嗯 這個反方向 我們在RC因為要看是界內還界外 是 哇 這個時候事實一擊 因為這兩塊好球之後 他被他領先耶 所以你在兩好球之後的攻擊是被動的 他配這個歪角球 你看他完完全全沒有全力去揮棒 只是說去迎合他 然後出一個扎死的安打 太漂亮了 最主要是俊秀在第一個打戲 他內角鎖的一個配球 在前面那一顆的球 其實變化球投得太太早落地 嗯 也無所不太敢再配同樣的球中 是 雖然鋼龍已經 這個配球就是鎖在7號的這個位置齁 但是反而 陳昱秀這種變成用推打的方式齁 他沒有辦法拉他 是 是 是 那李凱威在打擊這部分 在選球這一塊其實做得還滿仔細的 是 雖然說 蛇之靈 但是不過 教練對他的選球還是有 對球都有一定的幫助 對球 對球 哇 龔冠這一棒反方向 唉唷 留不住啦 好棒啊 哇 在賽前的時候就有在提 這個就在等 40一級的這個出現啊 是 龔冠在一局上半啊 抓第一顆球 直接就掃了 對他來說還是中 右外野 在反方向的一個大號的全雷打 嗯 剛剛就講了 除了變化球還有直球 今天角度一定要再小心一點 尤其是廣冠今年的外角球打得特別出色 而且修正了許多 而且今天 外野的風勢其實還滿 還滿順風的 是 有點從右中 中吹到右的感覺 對 那這個咬到的時候 包括打者的反應也是最直接的 應該感覺就滿有信心會出去的 那到目前為止 龍隊在台灣大賽得到的分數 全雷打 三支全雷打 那再一開局就掉分了 現在也是考驗真任何的